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居民激烈抗议逃犯引渡中国大陆的条例修订 继9日百万人示威抗议 今天再有成千上万民众上街示威 并演变成警方激烈对峙的抗议浪潮 震惊北京中央高层 苹果日报今天引述香港消息指中共高层元老 可能赞成撤回修力以平息事态 但中国官方媒体对此没有消息透露 香港消息也没有提及中共高层松口细节 据苹果日报今天说 针对引渡恶法传中共高层与元老支持撤回条例 或有高官今天抵达广东 苹果日报的报道说 大批港人上级抗议修订逃犯条例 警方以催泪弹布袋弹等攻击示威者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共现任高层及中共元老当中 已经出现支持香港政府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声音 消息未有透露 哪位现任高层或中共元老支持撤回修订逃犯条例 但指今日有中共高层南下广东 疑是要了解目前香港的情况 苹果日报说 至今未有中共高层出面谈及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在周日9日103万港人上街抗议后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北京支持特区政府修例 要求记者千万别去干涉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否认有武装力量正在赶往香港 并再次重申中央政府支持港府推进修例工作 下面继续关注港府的态度 林郑月娥6月12日晚电视讲话 定性事件为暴动 请看报道 当地事件6月12日香港逃犯条例原计划 与立法会恢复二读 但大批示威者进行围堵 警方12日下午出动催泪弹等武器 对付示威者 立法会主席宣布更改时间 但示威现象仍未停止 特首林郑月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些场面只会越演越烈 又三度形容事件为暴动 林郑月娥谈话全文如下 各位市民 今天整日在金钟一带 大家都见到令人痛心的场面 这些破坏社会安宁罔顾法纪的暴动行为 任何文明法治社会都不能容忍 很清晰这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然有组织的发动暴动 也不可能是爱护香港的行为 今早有人不顾市民安危 占据和堵塞马路 瘫痪交通 严重影响社会运作 从下午开始 更有人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做出危险甚至可能致命的行为 包括放火 利用靴尖的铁支和制砖攻击警察 破坏附近的公共设施 令一般市民 令原本想和平表达意见的年轻人 令记者传媒 警察公务员同事的安危 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必须强烈谴责 我明白这次政府修例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正反意见 政府已多次积极回应和解释 事实放在眼前 自回归以来 每当涉及中央与特区 内地与香港的议题 都会被部分人士挑起矛盾和纷争 面对这些矛盾和纷争 激烈的对抗绝非解决方法 请大家静心想一想 这些骚乱场面 近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香港是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意见 但不论赞成反对 表达意见的方式都有底线 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些场面只会越演越烈 肯定对香港带来伤害 我希望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更不希望再有任何人 在暴动中受伤 我呼吁所有热爱这个地方的市民 大众远离暴力 我相信香港这个文明社会 仍然可以用平和理性守法的方式 为香港的整体利益解决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看下一条消息 英国首相媒称香港引渡条例 虚符合中英联合声明 请看报道 香港政府推逃犯条例修订 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弹 百万民众上街游行 英国首相媒12日表示 香港的引渡法令 虚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 综合外媒报道 这是香港民众发起反送中游行后 媒首次对此发表评论 媒表示 我们担心修订条例 会带给香港的英国公民潜在影响 不过至关重要的是 香港的引渡安排 必须符合中英联合声明 当中写到保障港人权利及自由的部分 报道指出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 在1984年共同发表 内容提到 中国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 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在一国两制下 享有不同于中国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然而 中国外交部却曾在2017年宣称 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份历史文件 不具任何现实意义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关于香港的报道 报同说 香港危急中 一国两制已死 大批港人上街抗议修订逃犯条例 警方以催泪弹 不带弹等攻击示威者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报同 今日也为香港的情况发生 他说一国两制已经死亡 港人治港不复存在 把人不当人的六四制度 正从大陆向香港加速移植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危机 报同晚上在推特上留言 他说香港在危急中 香港已不再是自由港 一国两制已经死亡 港人治港不复存在 把人不当人的六四制度 正从大陆向香港加速移植 百万港人齐心协力 表达了绝不做奴隶的意志 香港特首在北京支持下 公然与民意为敌 联合国到哪去了 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危机的时候 应该到了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 较早前引述消息人士称 指中共现任高层及中共元老当中 已经出现支持香港政府 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声音 报道并未透露 哪位现任高层或中共元老 支持撤回修订逃犯条例 但指今天有中共高层南下广东 疑是要了解目前香港的情况 至今仍未有中共高层出面 谈及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在周日9日103万港人上街抗议后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 北京支持特区政府修例 要求记者千万别去干涉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否认 有武装力量正在赶往香港 并再次重申 中央政府支持港府推进修例工作 下面我们看看中国网民是怎么说的 中国网民翻墙围观香港示威真相 为港人点赞 请看报道 香港立法会本周三6月12日 对逃犯条例修订内容进行二读 但遭到市民阻止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当天发表评论员文章 指出中国社会比任何外部势力 更盼望香港好 不过中国媒体再次集体晋升 有众多网民通过VPN翻墙软件 在网上观看民众包围 香港立法会现场直播 令他们大受鼓舞 并赞扬香港年轻人勇敢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本周三数以万计香港民众 聚集在立法会大楼一带 集会抗议 要求特区政府停止二读审议 撤回送中条例 多家媒体做网络直播 中国网民通过翻墙软件 围观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众集会活动 湖北武汉网络活跃人士周芳女士说 她看到香港年轻人上街 抗争恶法的情形深感激动 我这两天看到香港人民上街游行示威 反对逃犯条例 真的太感动了 我都流泪了 对香港人民点赞 这是他们今天的生活 是经过200年的努力的结果 自由是要靠努力 如果香港引渡法成立 香港每一个公民都不会安全 长沙网民潘凤华说 他从周三凌晨开始看示威现场直播 连吃饭都在看 他赞扬香港人的抗争精神 香港学生穿着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 戴着口罩 在香港立法会门口举行抗议活动 我心情很激动 作为中国民主人士 他们的行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也让我们以后在中国抗争 提供很多我们可以效仿的经验 本周日香港爆发 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发起人估计约有103万人参加 警察则表示高峰期有24万人参加 上述两组数字都创下了近年游行人数的最高记录 反对者担心一旦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港人将面临被引渡中国受审的命运 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表示 港人这次发起大规模抗议 说明中国司法制度存在严重弊端 即权大于法 这是中国当局要反思的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制度症结问题 香港与国际上的很多现代民主国家有引渡条例 为什么唯独跟中国大陆没有 因为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 司法受党的绝对领导 香港人普遍认为 中国司法不具备独立性 包括检控方式 举证等方面假设嫌疑人有罪 这与香港的普通法体系的无罪推定 存在严重分歧 香港特区政府修订的逃犯条例草案 可以引渡逃犯到中国受审的罪名 多达39条 包括性侵犯各种形式的欺诈 令港人担忧在中国得罪有势力的官员 被诬陷强奸等莫须有的罪名 加以报复 官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周三已笔名善人评发表评论员文章 指中国社会比任何外部势力 更盼望香港好 一旦香港社会大乱 损失最大的将是香港市民 而最心疼也最无奈的将是中华民族 这个利益共同体 文章批评香港反对派不断宣扬 北京要打压香港社会的基本价值 包括法治和自由 想把香港变得和中国一样 改变香港人的现有生活方式 文章又说 台湾当局巴不得香港衰落 以证明他拒绝统一是正确的 而美国最关心的是 如何用香港事务找中国的麻烦 学者司令认为 对比五年前的战中运动 这次抗争更有实际意义 他说这次行动中 参加的年轻人比例更大 显示出香港新生代的民主化运动 成效斐然 有更多的香港下一代 开始参与到反对北京 对一国两制干扰的活动中 司令表示 逃犯条例的制度基础 必须建立在合乎人权标准的 法律基础上 并与尊重人权司法独立的国家 或地区进行对接 很显然 中国大陆不具备这些条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香港的反送中媒体是如何表达 香港反送中外媒聚焦 港媒不声援 中媒齐尽声 请看报道 香港的反逃犯条例 修理抗议活动 周三12日 示威者与警方出现激烈冲突 全球多间知名媒体 都在网站首页大篇幅报道事件 反观香港几家主流报纸 在10日投版广告 力挺送中条例 中国主要媒体更是一片噤声 据香港网络媒体报道 游行当日 五家香港报纸 包括文汇报 大公报 商报 明报 星岛日报 节刊登力挺送中 投版广告 大报当中 仅苹果日报和成报 两家支持反送中 而台湾四大报 仅苹果日报 以头条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刊文指 香港的雨伞运动重临 并指在12日早上 香港警方与政府 在面对面的冲突时方寸大乱 英国卫报则形容示威者 在期盼奇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 发表分析文章 香港雨伞运动的回归指 香港的示威者 再次控制了部分城市区域 在周三早上 数以千计 甚至是数以万计的年轻示威者 包围立法会 堵塞道路与阻宁立法会议员上班 令香港警方与政府方寸大乱 文章指 香港警方既可能是太专注于 封锁立法会的出入口 也可能是欠缺资源 或没有预计到 数万示威者会整群涌向道路 文章内容称 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期间 示威者占据金钟数个月 这次香港也有可能会有 另一个充斥不满情绪的夏天 英国卫报则有文章以 判断奇迹香港街头的希望与决心为题 讲述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民众 如何示威 文章指香港的中心地带 变成交通封锁的区域 第一次司机也要放弃 入内及离开 该报形容 在示威者之间 则有着团结果断与迫切的气氛 文章引述一位年轻的香港女民众 指香港政府押后二读逃犯条例修订 为民众带来希望 但不会足以让他与其他示威者离去 因为民众正在等待一个奇迹 并有很多民众感觉这是最后一战 纽约时报说 小商户支持示威者 大企业沉默 纽约时报称 这场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 展现了大众对于公民自由 不断遭受剥夺和忧愕和愤怒 香港有很多小商户支持这次反修例示威 甚至把商店关门以表达团结之意 又有酒店开放 让示威者免费休息与洗澡 并有一些企业允许员工 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示威 报道指 但在香港最有威力的声音 也就是在这个金融中心内的大型国际银行 在调犯条例仪式上大部分都保持沉默 华尔街日报则以这场游行 是香港最后一站为题进行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大篇幅持续追踪报道 将报道置于官网最大区块 除了西方主流媒体 日本NHK 韩国多家媒体 包括东亚日报 中央日报等等 也都有所报道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由于日本产经新闻不断播放有关画面 中国政府已经中断NHK在内地的播放讯号 由日本驻北京记者证实 原来在北京各大饭店及外国驻华机构 可以收看的NHK的国际频道 现在已经被中国政府下令断线 无法接收 原因不明 但相信与该台近日实况转播香港反送中事件有关 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英国广播公司BBC 目前在中国大陆也已经被中断播放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反送中游行后 香港相关词汇用词在微博上 未能正常搜寻 微博输入支持香港或香港加油 显示的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政策 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输入反送中则没有任何结果 下面我们继续香港的报道 香港局势失控 中共如何收场 引发关注 请看报道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艳星期二宣布 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于下星期四举行 民阵呼吁市民星期三包围立法会 与此同时 有报道说 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等的死亡威胁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香港逃犯条例修法 星期三进入立法会审议 抗议者响应民阵呼吁 星期三包围立法会 事实上 头天晚上数千人便开始在立法会外集结 星期三上午那里人山人海 记者现场了解到 抗议者主要是青年学生 不过也有以各种名义请假到场的工人职员等 绝大部分抗议者都戴着口罩 甚至毛巾 明显准备应对某种场面 立法会附近是港岛主要交通干道 目前已经被抗议者完全切断 有人说战中场景再度出现 警方则要求占据道路的抗议者和车主尽快离开 与此同时 南华早报说 警方正在调查针对特首林郑月娥 以及保安局长及其家属的死亡威胁 有人扬言 24小时不收回修法就将动手 明报星期三说 依据警方内部评估 未来几天的示威行动可能引发冲突 目前形势已经被定位为暴乱 警方每日将有约5000名警察戒备 直到下周四6月20日逃犯条例修法的预计表决时间 当局早已在立法会周围架起金属围栏 并有防暴警察把守 警方也进驻立法会楼内附近铁站还出现 附近地铁站还出现警方搜查行人 检查车辆的情况 香港苹果日报称这是反恶法的背水一战 并说在特首办外 示威者和防暴警察曾一度近距离对峙 警方释放胡椒喷尽 接近中午时分 泛民主派议员从立法会内走出来 到抗议者中间 美国之音询问议会内的状况 毛孟静议员说 议会里面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看看外面年轻人群情激愤 很显然林郑月娥正在使香港陷入混乱 他没有看到山雨欲来 这是给他的一个教训 还是收回备受争议的法案 倾听人民的声音吧 否则这种局面如何收场 星期三上午立法会外人山人海 现场不断有人在人群中分发各种物资 口罩雨伞传单瓶装水自救须知 记者获得一张名为星火同盟 吴展邦律师民权观察法律支援 分发的被捕须知卡片 上面的大学法员标有港大科大中大理大近大等院校的联络电话 被捕须知卡片告诫被捕者律师不在场不提口供 女被捕者可要求女警搜身等 记下警方不合理对待的时间地点人物 一些现场服务站出现急救站 心理辅导站瓶装水供应站 最为抢眼的是在一处人流最为集中的地段 年轻的抗议者为及时运走那里的杂物垃圾组织了传送人链 各种杂物通过人手的接续传递疏散到外边 抗议者人群中不断传来协调呼出的口号声和鼓掌声 那是人群中有人演讲获得共鸣后传出的声浪 十几名抗议者在立法会附近现场绝食 参加者菲利克斯说 这是他们社会政治参与的行动 我们绝食目标是103小时 象征星期天大游行的103万人 我是学生发起绝食的 还有讲师教师以及文化艺术界人士等 美国驻港领事告诫在港美国公民 不要前往目前抗议示威地区 针对香港目前形势 网上有评论说 这是台湾太阳花在线 有评论说抗议者为了反对而反对 为了反中而反对 还有评论说 香港这次真的很无理取闹 香港是中国领土 一个国家逃犯引渡很正常 深圳犯法逃到香港就安全了 香港犯法逃到深圳就安全了 这样多可怕 哪有正义是非不分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有关香港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G20峰会 G20峰会对川习会的期望值很低 请看报道 目前距离6月28至29日 大阪20国集团峰会 还有不到三个星期 但是对于这个拟议中的 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似乎双方尚没有做什么前期准备 因此美中要在结束贸易战上 取得进展的期望值很低 据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上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将决定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 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 虽然美中任何一方都尚未确认 川普和习近平将在大阪举行会谈 上个月美中贸易战的升级 已经导致全球市场 一万多亿美元蒸发 因此投资者将密切关注 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谈的动向 今年5月旨在结束 美中贸易摩擦的贸易谈判破裂 两国关系恶化 这几乎扼杀了在日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北京的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对路透社说 美中关系的氛围是极不友善的 非常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来源 包括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及外交官指出 由于双方越来越唇枪舌舰 两位领导人的会谈还没有做好准备 从5月10日谈判破裂以来 两国的谈判代表尚未再次会面 美国白宫拒绝就关于川习会的计划 发表评论 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说 正在为日本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工作 目前没有具体双边会谈的信息发布 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罗 6月11日对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说 川普希望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 继续双方此前的会谈 川普星期一再次表示 他希望能举行这次会晤 并威胁说如果不能取得足够进展 或者习近平不参加会议 将对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表示会谈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在两国领导人是否会晤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发布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说 如果华盛顿升级贸易摩擦 中国将奉陪到底 消息来源说 两国领导人可能会举行某种形式的会面 但无论在大阪发生什么都远不及双方谈判代表两个月前要庆祝达成协议的那种氛围 当时双方希望川普和习近平在大阪的会谈将是两位领导人签署历史性贸易协议的时刻 中国的一名高官上个星期对美国的谈判代表说 尚未开始为川习会做准备 也没有为恢复贸易谈判做准备 近年来美国不提前为重要会晤做准备并非罕见 川普常常几乎不做什么前期准备工作就出席重要会谈 在飞行途中做出政策决定 习近平甚至可能不想参加一个结果难料的高调会晤 并面临中国商品被加征美国关税的威胁 一位亚洲外交人士说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对习近平的礼仪 确保他受到尊重 中国不希望习近平出席一个可能让他尴尬的会晤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塞德说 川习会的最好成果是双方同意恢复谈判 但是在现阶段这似乎是个不确定的提议 他说甚至是暂时和有限的停火的前景已经消失 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和广泛的经济紧张关系 似乎已成定局 如果会谈进展不顺 双方可能会向对方加征关税 川普可能取消与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许可 中国可能会禁止高科技必不可少的稀土出口 并采取一些针对在华美国公司的措施 接下来还是贸易战的相关消息 中国货绕到越南去美国 越南也要加征关税 请看报道 越南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商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这些商品规避了美国在与北京的贸易争端中征收的关税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越南的工业和贸易部经过5个月的审查之后决定 从6月5日起对几种原产于中国的旅产品征收 2.46%到35.58%的临时反倾销税 越南去年成为美中贸易争端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疲于应对关税的中国出口商 正在把越南作为一个可替代的低关税地方 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但是一些制造商只是将中国制造的产品 重新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 以便转运到美国 总部位于河内的金融分析公司SSI Research 在星期一6月10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越南的反倾销关税是越南方面 对美国商务部对越南出口旅行财征收的 犯规避税的有效回应 报告说这些关税对越南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 因为越南已经成为该地区 因美中贸易战而受益最大的国家 SSI的报告发现 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爆发后 中国的半成品铝部件的出口翻了一番 达到6.2万吨 其中据信有相当数量的货物来自中国 以避免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HisMarket公司亚太首席经济师比斯瓦斯说 一些美国进口的产品被检测出来 可能来自越南 但最后发现这些产品实际上来自中国 目的是试图避免中国商品在美国被征收 反倾销关税 经济学家认为 进口自中国的商品激增损害了越南自己的旅业 并使越南面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 更多审查的风险 越南实施为期120天的反倾销关税 将有助于保护越南迄今 与川普政府的稳定关系 理由是这有助于在不缴纳关税的情况下 阻止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转运 感谢观看